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因为去年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看这个叫孙兵与庞娟的一个舞台剧 我看了以后我本来想这个应该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结果我去看了以后竟然速度的流了好几次眼泪 因为我本来就是孙子兵法的粉丝 我看了里面的剧情 看了里面的故事 我是觉得说 哇 这个五幕十一场的这个剧 这么大型 这些小孩子呢 可以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把它完成 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但是更令我觉得感动的是 这个2500年来到现在啊 不管是科技文明多么的进步 我觉得人心不古 反而呢 我们的心 我们的企图心 我们的野心 我们的道德更是跟古人相比 还有很多应该要增进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我这次要来把这个剧呈现给湾区很多的朋友认识 非常好 那我刚才你听您说到 就是说我们的主创人都是小朋友 对 那这部剧是不是只是针对小朋友为观众主体的呢 不是 这个女罗艺术表演空间呢 张女罗 张女士呢 在湾区已经大概15年以上 他们在以前呢 演过各式各样的舞台剧 以前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所以我也没有去看过 这次他们是第一次的这个战国历史的话剧 那么这个都是由这里的小朋友呢 从这个小学 国中 大学 甚至有几个大人家长呢 也一起来做 所以整个的舞台呢 我们大概也要将近有30个演员 所以这些小孩子都是这里出生的 他们呢 不仅对中文已经是很困难了 更是讲要这些文言文的东西啊 他们是每天早上从7点就开始练 一直到晚上的10点 而且这个家长更是佩服 因为他们必须陪着这些小孩子呢 从头练到尾 不管是家具啊 这些道具啊 不管服装啊 不管是各个部分的细节呢 都是做到尽三尽美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们整个剧团的付出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佩服 尤其是对于这些ABC的小朋友而言 他们能够用这种古文来演话剧 我们真的是很期待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朱莉啊 就是说作为一个理财顾问 就是说你投资这样的一部剧 那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新的心得与体会呢 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边 在美国实在是很幸福 那在演这个《孙宾与旁娟》当中 我觉得不仅大家可以看好戏 其实可以做好事 那什么叫做好事 我们这个呢是我们所有的盈余呢 是捐给两个慈善团体 一个是有颜长寿先生的 所组成的公益平台文教基金会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培制基金会 那这两个基金会呢 一个是帮助台东地区的小孩 一个是帮助云南地区的小孩 所以让这些小孩子在我们美国 有这么多资源当中 他也可以想到怎么样去帮助 很多偏眼地区的小孩 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更是做好事 那当然我觉得学新知也很重要 因为不仅是小孩子家长 或者是对慈善有兴趣的人 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学习 古人的一些智慧 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有一种精神 就作为企业家 我们要连接社区 然后能够服务更多国际上 需要帮助的这些群体 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去推广的 是 是 是 那您觉得说 对于我们湾区这边的观众而言 就是说你有哪些话想要对我们社会的这些企业家来分享呢 尤其是说有孩子这些家长们 是 有什么话对他们讲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做公益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那么你在做事业当中 你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你的职场上的一些关系 可以来一起做公益 因为公益不是等退休的时候才做 公益呢是一点一滴 那么你在做公益当中 其实可以连接更多的人脉 认识更多的人 说不定回来也增加你的企业形象 那么到最后也能够帮助你企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个企业责任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每一个我们的这些企业家 都应该能够配合的一些事情 对 非常好 我们今天呢听完朱利亚这些分享 也非常非常的受用 尤其是要我们今天的核心是 看好戏做好事学新知 所以希望呢 我们湾区的小伙伴们 能够在三月的十 三月十七号 是 礼拜天 对 在周日的那一天 然后到我们Santa Clara University 大家一同来观看我们的这部公益剧 孙病与旁娟 我们所有的购票通道和购票的途径 会在影片的结尾为大家奉献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硅谷传说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